人们常说人生是个未知数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更无法预知未来的一切 对于张俊才来说 小的时候也和其他的小孩一样 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正常身高的人 就在张俊才16岁那一年 他的人生从此开始了一场神秘而未知的旅行 一天中午啊 张俊才和往常一样 干完农活回家吃饭 这张俊才端了一碗面 这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吃完以后呢准备午睡 刚一躺下 张俊才就感觉不对劲啊 这怎么脸上湿漉漉的 用手一摸 呀 你猜怎么着 全是血 张俊才啊 也没太当回事 以为是不是就流个鼻血啊 就喊妈妈帮他擦擦血 可是等妈妈一进来的时候 看到张俊才的样子 那是吓得尖叫了一声 差点就瘫坐在地上 张俊才也吓懵了 因为他的眼睛鼻子耳朵里全都是血 张俊才以为自己是不是要命都没了 而那个时候家里太穷了 根本看不起大夫 好在这后来 血身慢慢地不流了 止住了 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头痛跟头晕成了家常便饭 张俊才这身高也开始一路疯涨 最多的时候一年啊 能长到八到十厘米 这刚开始 家里人还挺高兴啊 父亲说送他去当兵吧 可是没想到 张俊才才二十二岁那一年 就已经长到了两米多 他那裤子啊 穿几个月就会短上一大截 这母亲呢 只能在他的裤腿上 再补上一个圈 他那鞋啊 刚穿一段时间 这脚就塞不进去了 这妈妈做一双鞋的速度 都赶不上他脚掌的速度啊 所以张俊才在村子里 经常是光着脚丫子走路 要不然呢 就是穿着没有这后脚跟的鞋 那时候兄弟姐妹们都说啊 不是俊才你怎么长那么高啊 你可别再长了 可是张俊才心里也在想啊 那我也不愿意呀 这也由不得我呀 不仅是家里人 村里人背地里也经常指指点点 问长问短 最让他难过的是 他从小的几个好哥们啊 在结婚的时候都没请他去 张俊才感觉到身边的朋友 都把他抛弃了 从那以后下地干活 他都是绕着走村里的小路 没事就在家里闷着 恨不得这辈子啊 都不想出门了 他想不明白 这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啊 越想越难受 越想越难受 就觉得自己 好像活成了个累赘 正当他悲痛欲绝的时候 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 1991年 张俊才的父亲突翻脑血栓 家里没钱呀 张俊才只能是到银行去贷款 凑了八千块钱 给父亲看病 对人父亲的病 是得到了控制 但是这笔巨款 一下子背在了他的肩上 如果继续在村里待着 恐怕很难能还上了 无奈之下 张俊才只好是扛起了行囊 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张俊才心里也在想 这等我将来有一天赚到了钱 我一定得去那医院检查检查 我这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 可是出去之后才发现 挣钱哪有那么容易啊 每个月就那么一点点的 微薄的收入 都得寄回老家 给父母看病 根本也舍不得去医院做检查 就这样 直到八年后 他才被确诊为巨人症 医生告诉他 他这脑子里有垂体瘤 必须要马上手术 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可是他第一次听说 脑垂体这三个字 也是第一次知道 他的这个病 竟然和一个米粒大小的肿瘤有关系 最后经过两次手术切除 他的身高终于被喊停了 定格在两米四二 现在张俊才回想那段神秘的旅行 虽然其中有惊险 有风浪 也有痛苦 但是他却给了张俊才 一个与常人不一样的高度 去俯瞰这个世界 也让他体验到了 与众不同的一生